因为受到产业竞争激烈以及相关因素的影响 国内的触控面板厂商包括了 陈宏圣华界面第三季的营收都不如第二季 只有洋华维持激增9% 但是展望后市反而认为 洋华第四季的营收可能会呈现亏损 预估全年每股亏损下碳2到2.5左右 可能会接近去年的亏损水准 以四川水泥价格 预期最快这星期就会再次宣布 调涨江苏聚农场以及重庆地区水泥价 涨幅上看一成 各位要更注意的是一个城镇化的需求 跟稳生产的需求 因为基本公共建设的部分 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部分 价格调涨营运大进步 台泥九月营收首度冲破百亿大关 达到100.61亿元 月增2.3%年增6.03个百分点 对手雅尼同步报喜 合并收来到58.79亿元 月增1.6%年增8.16% 中国这次中央放很多钱出来 增加这个公共建设等等 这都是好现象 所以这个角度讲的话 我们的水泥场最近 的确有比较蓬泼的一个感觉 雅尼强调已经针对江西亚东厂 以及湖北武汉厂调涨水泥价 每公盾涨价30到50元人民币 涨幅约10%到15% 以照目前每月发货量 230万公盾来看 第四季营运可望超越去年同期水准 飞雪卢关宇台北报导